9,300名高淨籍富豪逃離香港 台灣奪金、港媒可笑的中國香港式報導 5年前的8月5日 香港金牌得主名字 成問感詞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6日星期二 我是榮恩 報導真相、真邊時弊需要勇氣 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下個super thanks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據法廣報導 受政治不明和嚴格防疫措施夾擊 香港近年有近萬名高淨籍富豪遷離 遷離香港的富豪年均人數是反修例運動前的4.6倍 以上數據來源於國際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所謂高淨籍富豪 根據跨國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定義 是指那些擁有100萬美元或以上流動資產的人士 該公司數據顯示 在2017年和2018年期間 香港分別錄得600名和400名百萬富翁淨遷入 注意是遷入 但2019年爆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後 情況出現大逆轉 有高達4,500名百萬富翁淨流出 換言之即是有4,500名百萬富翁遷出香港 接著在發生疫情的頭兩年香港合共再減少1,900名百萬富翁 到了2022年富豪離港趨勢加劇 再有2,400名百萬富翁淨遷出 直到去年香港恢復對外通關 富豪淨遷出數字收窄至500名 即便如此在過去五年 香港共有大約9,300名富翁遷出 報導稱香港今年有望扭轉富豪移出之勢 根據Henley & Partners公司的預料 香港今年將有大約200名富豪淨遷入 其中一個原因是港府今年重啟投資移民 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內地科企高管有2,000至香港 大家聽清楚了 是大陸的百萬富翁準備遷入 如果用大陸官方的說法 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按照這個邏輯 大陸百萬富翁遷入香港 只不過是糖水滾糖魚 說不定這些富豪遷入香港 只不過想將香港作為潤出國際的跳板傘 而法廣的報導也提到 即使香港今年有望扭轉富豪移出之勢 但吸引力仍不及加強審查的新加坡 預料香港富豪正增加人數 只及新加坡的6%左右 該集團數據顯示 新加坡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別錄得 2,900名和3,400名富豪遷入 預料今年會再淨增3,500名 在香港的17.5倍 相反最多富豪遷出的中國內地 今年情況恐會加劇 估計年來將有1.52萬名富豪潤出中國 集團私人客戶主管Dominic Wallach指出 內地出現大量富豪淨漏出 對近年財富增長放緩的大陸經濟體來說 破壞性更大 他預計今年中國百萬富翁遷移的五大目的地 依此為美國、加拿大、歐盟、新加坡和日本 香港側排大陸 今屆奧運會上 與毛球男商出現兩岸大戰 本來體育是體育 但中共偏偏將體育政治化 全場只播約40分鐘 到中國落敗後更立即終止直播 港媒也跟隨中央步伐 Now新聞和港台在賽後簡訊指報導中國責運 絕口不提台灣奪金 大公報在報導中更是將中華台北改成中國台北 學者鍾建華認為 一個國家如果國格卑下 即使在奧運會認得更多獎牌 在實人眼中其實都只是一個不幸 甚至只是一場鬧劇 今年的巴黎奧運上 連續大二屆奧運與毛球男商出現 台灣對決大陸的兩岸大戰 最終台灣選手王齊倫和李楊的倫楊佩成功遺免 有本港市民認為 體育是體育 好欣賞運動員不分國籍 彼此打氣、聲聲相識 即使落敗也真心祝福對方 展現寬大的心胸 可惜中共偏偏將體育政治化 據報導央視上週於小組賽另一場中台對決已沒有直播 今場決賽該台一直遲疑不決 到旁晚先大逆轉 臨時宣布會轉播 轉播由大二局中國隊看似領先開始 但到輸了決定勝一球時 評述原草草結束直播 頒獎勵也沒有播出 全場76分鐘賽事 央視只播了四十多分鐘 台灣獲獎後 本港各大新聞平台的Push推送通知可為充滿中國香港特色 據Red News報導其中TVB最正路 就是事實陳述台灣組合擊敗中國組合奪冠 有線新聞在報導時 亦以李楊、王齊麟成功為免為題 但出Push相當有趣 有通知觀眾羽毛球男雙金排賽 國家隊梁黃沛對中華台北組合 不過到賽事結束就沒有出Push通知結果 最奇葩的可算是Now 國家隊梁維亨、王廠羽毛球男雙責銀 連對手時誰都不提及 在一對一的決賽只提國家隊落敗、獲銀牌 而不提金牌得主 不合上理之餘亦非慣上做法 港台亦絕口不提中華台北、台灣 甚至李楊或李齊麟的名字 而《大公報》的簡訊 同樣沒有提金牌得主的名字 還將中華台北稱為中國台北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黎虎表示 三年前的東京奧運上論樣配奪金 央時到頒獎才撤斷畫面 今年演變為止轉播一部分 代表這三年來北京政權對國內危機感大幅上升 陳說中共沒有這個信心 怕打輸播後對中國人民的號召力受到傷害 所以才掙扎要播不播 因為一旦打輸更容易令中共變成人民討論的笑柄 旅居英國的學者鍾建華表示 今年英國代表隊的成績相當不足 截至5號已取得38面獎牌 其中10面是金牌,在獎牌榜排第五 但在英國這邊所見 沒有看到有人為某個項目取得冠軍而舉國歡騰 更沒有人歌頌奪標的運動員是民族英雄 在英國,運動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晉身職業運動員成為不同運動會、地區或國家的代表 固然需要付出更多 也要在其他方面作出遷就或妥協 但不會需要扭曲自己的整個人生來遷就 他說以為贏一場比賽就是把所有其他人拿下的這種思維邏輯 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價值扭曲 更不要說以為贏得獎牌,贏得比賽就等同於民族尊嚴 為何台灣運動員在羽毛球男子雙打的那一面金牌 在很多人眼中分量都比中國取得的那21面更有意義 看看運動場內外大家都為那些運動員打氣 就知道勝負不是一切,更不一定能贏得尊重 他感嘆,一個國家如果國格卑下 即使在奧運會贏得更多獎牌 在世人眼中其實都只是一個不幸 甚至只是一場鬧劇 不願記起,未敢忘記 五年了,2019年8月5日 反修例人士在全港各區發起三罷集會 即罷工、罷課、罷師 早上多處勞免擠殺 港鐵多條列車線服務受阻 事任特首林鄭月娥見記者時表示 玉石區份會將香港推上北歸路 當日下午起,各區集會人士開始佔據馬路 之後演變成警民衝突 晚上有示威者包圍警署和紀律部隊宿舍 其間有一名記者遭吹雷彈擊中頭部暈倒 也有白衣人士在荃灣無差別襲擊市民 警方事後稱當日共拘捕148人 其中一名設計師在黃大仙被捕 承認暴動最後判籌3年9個月 另一名演藝學院學生涉林式吹雷彈 承認暴動最後判籌2年4個月 一名男子當晚在秀謀平紀律部隊宿舍附近被擠查 因身上和住所被搜出多把接刀和開信刀 被裁定4項罪名成立 他後來部分上訴得值,判籌18個月 一名女社工和廚房男工人 在大埔示威者倒路期間被捕 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入獄9個月 是的,這是個沉重的話題 我考慮了很久,不知道該不該再提起 只希望所有牆內手足平安健康 也和大家分享一段網民的說話 那未好的將我已打過了,該跑的奴程我已跑盡了 當手的信讓我已持守了 此後有那公儀的冠面為我存留,就是主 公儀的審判者要在哪一天回報給我的 不僅給我,也要給所有愛無他顯然的人 上天會記下每一個人的善良或罪惡 香港運動員江文慧自從在巴黎奧運上奪金後 就沒有離開公眾的焦點 除了印發黃藍之爭 其碩士論文被曝光,令事件繼續發酵 建制派一面倒力挺,而民主派就開始割席 時評人鳳希乾發現,Facebook上出現異象 只要一轉載那篇寫江文慧的文章就會被秒刪 難道江文慧三個字成了敏感此? 江文慧奪金後,香港各界祝賀 黃藍陣認均為他在奧運上 為香港獲得一面金牌而鼓舞 不過日前,他三年前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時 所選寫的倫敏曝光 倫敏基本上是以中共角度批評香港民主運動 認為民主派不可挑戰中央底線 否則中央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必然收緊香港的自由 他還稱讚中央出手實施《香港國安法》 改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是完善一國兩制的重要舉措 化解反中聯港勢力奪權 令政治生態恢復平衡 有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論文曝光後,黃營人士紛紛與之割席 還有評論人士認為江文慧自帶史丹佛大學的光環 再加上奧運冠軍的光環加持 勢必被中共看重,成為重點栽培對象 何況他本人已成為統戰組織 香港精英會的執委 建制派則一面倒地力撐江文慧 攻擊真正為香港出力的人 4日江文慧宣布高別全職劍擊運動員生涯 他在IG感謝家人朋友鼓勵和支持 並期待有新的職業發展 讓他可以學習和成長、裝備自己、回饋香港 同日葉劉淑儀以英文在Facebook發帖指 江文慧如果在香港完成PCLL課程後 可以踏足法律界 以江的智慧和人性 將成為香港法律界的巨大資產 截至目前江文慧並未表態未來是否進軍法律界 圍繞江文慧的風波時評人 馮希乾表示Facebook亦出現異象 只要一轉載那篇寫江文慧的文章 就會被Facebook秒刪 你又是你似乎嘗試以誤導他人的方式獲取讚好 最終分享或影片觀看次數 他說Facebook刪文不是靠人手 人手操作不可能一出就秒刪 應該是觸碰到AI某條紅線才出事 只是那條紅線何在相信大眾都亡言不知 無獨有偶蕭雲也寫了一篇關於江文慧的文章 同樣是接連兩次泛民都失敗 就令人不得不細思背後原因 難道江文慧成了敏感內容 連評論也不行 逢認為事件匪夷所思 他與蕭雲的文章共通點都是寫劍後 就很難相信只是巧合或AI傻了那麼單純了 至於為何江文慧立場親共 幼子與其父母的政治立場有關 前區議員林兆斌發文 引述鎮大校有網站透露 江文慧的父親叫江國輝 土木工程系畢業 曾經擔任過中文控股有限公司 和迪神發展國際兩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兩家公司都涉及中國業務 中文控股主要在中國從事管道燃氣輸配 包括供應管道燃氣 興建燃氣管道和經營城市燃氣管道網絡等 而迪神發展國際的主要業務 則是在中國經營建築業務 林兆斌表示這兩家公司有很多董事 隨便搜索都見到背景深紅 其中著名親共學者宋小莊 也做過這兩家公司的董事 就知道這兩家公司什麼了 好,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明天見 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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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對新婚禮庚民主要和藥 ホーム、新婚禮庭總統 新婚禮庭總統